来到五官堂 佛陀纪念馆馆长卢长法师 感谢教育局推行阅读教育 让去年国际书展得到良好回响 也预告今年五月的法华金特展 将在佛陀纪念馆盛大开幕 这次举办美感教育研习 高雄市教育局也期盼未来 双方持续合作 为孩子的教育尽一份心力 因为每一年呢 我们都跟张云群 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我们今年九月份 那部工博物院将博网 公路所有的法华金 第一次到我们高雄市来做展览 未来呢希望每一次呢 一年至少要进行吃面好吗 好 首先我还是要代表 要感谢我们团队 跟我们博网的路 那更重要的是 我想资源上面呢 其实是举行业这边非常重视的 那也希望说 后续不管是雪下跟火花 如果西家屋主任火花 我们可以有更多更多资源下面的一个整合的合作 身为活动发起人 新上国小校长王燕言 有感于佛光山三好精神 不仅一同推动校园三好运动 对孩子的品格教育影响甚远 也期望将美感教育 透过艺术特展 落实在每一位教育领导者身上 在生活美学跟历史文化的理解上面啊 都能够推动到自己的这个工作领域里面去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推动 这三好运动啊 都是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成效 所有的孩子他们都能够潜移默化 那么每个人通通都是用和善的精神 和善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间所有的万事万物 高雄市举办校长美感教育研习 主要针对教育局一级主管 以及高雄三级学校的校长 吸引共50多位教育领导者报名参加 石鹿光华东黄石窟特展 成为高雄美感教育指标之一 校长们也大方分享这次研习心得 其实就美感教育来讲 让孩子可以了解到说 这个艺术的形成是需要去耕耘 跟这个深入了解 让孩子们能够养成有恒 而且能够有中心思想去学习 然后相信自己信仰能够完成的一个例证 感谢佛光山提供我们高雄市校长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参访的一个机会 从古代的一个敦煌壁画 给的故事跟甚至是跟经书都有相关系 我觉得对校长在未来学校领导一个脉络的 连结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历史文物中得到教育启发 用心栽培每一位学生 校长们感谢常驻与教育界的合作物间 让佛法和教育公身公容理念得以实现 也期盼未来携手并行 共创美好教育愿景 人间微信王湘一眼高雄长报道